有幫小男童照一張照片 那個照片真的是好漂亮 看到那張照片跟他死後 他死的時候那些照片一比對 哇 怎麼會差那麼多 嘿 我在阿發現場 帶你用聲音直擊 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鋒德 歡迎收聽EP9 之前跟大家聊過相當多的兇殺案件 相信忠實聽眾們 對我們的一些兇殺案件 已經相當了解 不過今天我們想要換個口味 在聊今天的案子之前 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封德我們最近 我在阿發現場的製作團隊 在拍攝一些Promote影片 這些Promote影片 未來可能會在 比如說台北捷運的一些 燈箱廣告上面播放 我們特別去新北市的監視中心來拍攝 那未來剪完之後 我們應該會在我們的IG上 會先曝光一下 那也請大家追蹤我們的IG 把它追起來好不好 那個IG就是有封德我本人來經營的 所以如果大家聽完之後 有什麼樣的一些心得感想 或者是覺得案子好可怕 或覺得說 封德你真的是主持的不是很好 想給我一點建議 都沒有關係 拜託就是來追蹤我們IG 跟我們的互動 或者是傳訊息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說你在想什麼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換個口味呢 同樣是殺人案 不過死者的身份變成是一個才5歲大的男童而已 整個案子呢 竟然跟驅魔有關係 這個男童難道是被附身了嗎 那我們今天請到來賓呢 是盧州偵察的小隊長張洪雪 請同學哥跟我們說聲 嗨 嗨 瘋德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偵察隊小隊長張洪雪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偵察隊的小隊長 請同學跟我們解釋一下 他什麼叫做小隊長 就是屬於在 逆屬於在 分局的偵察體 就是以前的刑事組 對 那偵察隊最基層的就是偵察座 偵察座 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積分到了之後 才能升任當小隊長這樣子 哦 因為我之前聽說過 整個偵察隊的核心啊 其實是由小隊長的組織 因為他要呈先起後啦 要把經驗往下傳承 是 所以一個小隊通常會有幾個人 一個小隊基本上是四個人 加小隊長四個人 哦 所以就是有你一個小隊長來帶領隊員們 一起來偵辦案件 是的 OK 是 所以其實每個小隊啊 都有一個小隊 他們是核心人物 我都是有一定的形式的偵辦經驗之後 才能夠接小隊長這個位置 所以當水隊長 你多久啊 哦 我個人是五年 六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六年了 好好好 其實紅學哥辦過很多大案件 但我們今天 聊這個案子呢 其實比較近一點 結果發生在盧州 因為我自己呢 封得我也是跑新北盧州的 就是這個社會縣嘛 有分辭區 那新北盧州也是我辭區 那剛好這個案子呢 是發生在去年的 11月 實際上是10月31號啦 10月31號這一天 當時啦 我們接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有一個男童 在10月31號晚上大約6點多的時候 我們接過通報說 他被送到醫院去 那時候已經有點沒有生命跡象了 而且傷勢非常嚴重 說頭部受到撞擊 並且呢 說是從浴室上摔下來 那緊急送往醫院 當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經過急救之後呢 宣告不治 那這個案子 一開始我們接到消息的時候 是怎麼樣 洪學哥 是的 一開始這個阿嬤呢 是同胞119消防隊 將這個男童 在往那個新光醫院救治 是 那醫院發現說 他經過救治之後 他不是死亡嘛 那發現說 有處比較不明顯的傷痕 就通報我們分局過去 那我們接獲到報案之後 就到現場 然後 就展開基本的調查 那時候我們同仁到醫院 有先看到他的傷勢狀況是不是 那時候傷勢大概看到什麼樣 因為他那時候還有衣著 衣著 那就是 有穿衣服就對了 對對對 那因為阿嬤是說 他是從浴缸跌下來嘛 那額頭那外傷 有去撞傷這樣子 從浴缸跌下來 我們一般泡澡浴缸 也不會摔成這樣 他是有攀爬是不是 他說阿嬤是說 當時是說去爬那個 衣架 附近的那個衣架 可能我們有放衣服的那個置物架 爬上去就對了 是 然後摔下來 是 所以當時他的一些傷勢狀況 是怎樣 那基本上 第一時間在看的話 是頭部 額頭這邊有去撞到 這邊有比較明顯的傷勢就對了 是 那還有咧 手腳 手腳那邊有插錯傷 還有一個是不是他的 唇部 對 他的唇部的傷勢是怎麼樣 唇部的傷勢 那個傷口 是蠻大的 可是已經是舊傷了 因為第一時間不是厭世 所以看的沒有那麼仔細 那他的傷勢到底是怎樣 因為我知道那個照片 那個傷勢的狀況 其實好像很嚴重 是的 偵辦過那麼多命案的話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傷口 就是有一點點 吐唇 吐唇 對你想想看 我們人 嘴巴裡面破一個 有一個傷口 吃飯的時候 嘴巴就很痛是不是 對 沒錯 甚至你都吃不下 那個小藍桶 他是整個從這邊裂開 你說比如說 接近到快要鼻孔的位置 是的 從鼻孔這邊 一路裂到嘴唇 是的 他裂那麼大一個洞 是的 所以 我們當下的判斷 可能是跌落的時候 不小心碰到還怎麼樣 剛好把整個嘴唇 不是 他那個已經還有 已經有肉芽生出來了 已經癒合了 已經癒合 癒合了 對對 所以感覺是舊傷了 是舊傷 是舊傷 所以 當時我們 醫院看完這個傷勢之後 我們還有去哪邊做一些偵察 他家裡面有去看嗎 有 那在什麼狀況 因為第一時間的話 是阿嬤陪他過去的 所以他們家裡 我們沒有辦法進去 是 對 那他家裡還有一個姊姊 家裡還有一個姊姊 死者的姊姊 大概幾歲 大概讀幼稚園 小一 小一了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男童 那時候差不多五歲大 五歲還沒有就學 那我們可能到家裡面還沒辦法進去 可能到了 我印象中好像到晚上 差不多兩三點的時候 這個 還是一兩點 這個阿嬤才從醫院 從醫院過來要去做筆錄 當時他的狀況怎麼樣 阿嬤的神情的話就是 比較落寞 嗯 當時坐在偵察隊裡面 看起來很落寞 是 感覺像有點像犯 做錯事那種 不是 不是 不然呢 他就像他家裡 遇到你像他孫子就去世了嘛 嗯 他當下的反應就是 頭滴滴的 不發育 對 都不講話就對了 對我們 許韻說 小男童 為什麼這個 會死掉 他就最近的生活狀況如何 他就說 小孩子很比 自己會 蹦蹦跳跳 今天這一些傷 是他自己撞的 他在煮飯 他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他就奄奄一息趕快打電話 交救護車這樣子 這樣子喔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是藍童自己攀爬這個衣架 然後掉下來自己撞的 是 都跟他沒有關係 沒關係 然後他接到消息之後 聽到聲音馬上衝過去 就看到已經倒掉了 是 因為藍童的主要傷勢是 他好像在 頭部這邊有明顯撞擊 導致爐內出血死亡 是的 那可是他的一些 你剛剛看嘛 我們有一些傷口 就不太合理 那其實我們在隔天 我們接到消息之後 也過去做一些追查 然後我們有一些消息啦 其實就是從醫院裡面傳出來的 那 其中呢 就有提到這個傷勢的部分 那我們來聽一下那個 當時啊 這個 算是我們的 憲民啦 對 我們有採訪 我們隔天呢 因為10月31號發生嘛 然後11月1號呢 我們要去追查這個案子 那其實我們有 透過同業嘛 其他家電視台的 平面的記者 他們的 可能在 護理 醫院裡面的朋友 是 對對對 那就有 講到這個傷勢狀況 我們來聽一下當時 他怎麼描述的傷勢狀況 就是很痘 然後 全身都沒有肉 然後就只有骨頭 然後肋骨都熬進去 全身都是傷口 然後還有瘀青 我們一早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隔天還有偵查作為嘛 對不對 可能陸陸續續要去約談一些人 那這個時候 其實像我們記者 因為我也是追這個案子 我們同業也有去這個阿嬤家裡面 這個其實叫衛姓阿嬤 姓衛 衛姓阿嬤她 家裡面呢 我們就去跟她按電鈴 沒有想到 這個阿嬤呢 也很好心 就幫我們 就是也回復了啊 就拿起那個對獎機 就跟我們通話了一下 我們就問他說 阿嬤到底是怎樣做 為什麼這個男童呢 會說自己摔下來 那他 他其實有講到說 他是有打過他 因為我們就懷疑說 欸 他會打到這樣 是不是長期肆虐 對不對 然後阿嬤也有幫自己 來 算是辯駁啦 我們來聽見他當時怎麼說 他阿嬤怎麼摔下來 他說 玩一生有沒有的東西啊 有傷 他自己一路傷了 真的自己動了 我有打過他一次啊 後來我就能不能打他了 他是說 他有打過他一次欸 之後就沒有打過他了 所以那些傷都說 他是有自己動來動去啊 可能很好動啊 可能自己弄出來 所以他當時怎麼去解釋 他的這個嘴唇的傷口 從 快要到鼻子的這個地方 一路裂下來到 到嘴唇欸 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傷口 而且 可能沒辦法吃飯吧 那阿嬤怎麼去解釋這個傷口 在案發後我們 跟男童唯一住在一起的就是阿嬤 對 那阿嬤第一時間在我們警巡的話 他是說 他就跟我們說 他沒有打他 都沒怕 有一次 有一次是用小手 小手這樣子小小的打一下而已 不至於說有 像我們那個看到那個傷 那麼嚴重的傷勢 那他就說 他瓶子都在照顧他 然後小孩子很皮 都會自己蹦蹦跳跳 是 然後我們對這個阿嬤也不了解 當然 我們就查訪他附近的鄰居 鄰居要怎麼說 鄰居說阿嬤他就自己一個 照顧一個孫女這樣子 怎麼我們越查越奇怪 怎麼只有一個孫女 這個孫子咧 對啊 所以他其實算是外婆的角色 是 這個其實是他女兒生下的孩子 他算是他們的娃孫就對了 對 可是鄰居說都只有看到他的一個孫女 因為孫女要上學 對 只會看到孫女 怎麼這個孫子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查到這個地方的話 越查越納悶 鄰居是怎麼講 明明就有兩個孫子 跟他同住 為什麼大家這半年當中 這只有看到一個孫女 一個孫子就憑空消失了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死掉了 是 很奇怪 對 所以可能半年前還有看過這個孫子 是的 然後這半年就突然消失 是 包括我們去訪查到有一個鄰居 他曾經有進去到他家 去繳停車費給這個阿嬤 這個阿嬤他家裡面還OK 還有租停車費給鄰居個丟 是 是 鄰居怎麼說 鄰居去裡面 坐了大概半小時左右吧 跟阿嬤 還有那個小女童都有聊天 是 可是 他在我們的警巡當中 他共撐 他完全都沒有發現說 這個屋內 這個屋內 還有另一名男童居住的跡象 所以當時如果 過了 你說是差不多五歲 可能會出來 有客人出來 可能會出來見客 或者是阿嬤會抱出來 這玩家孫是怎樣 會打個招呼 可是感覺他去繳停車費的時候 完全沒看到有這個 藍童的生意 完全沒有跡象 完全沒有跡象 沒有跡象是說 連什麼一些他的生活用品 一些衣服 都收得一乾二淨 看不出來有這個藍童生活 在那邊生活就對了 是的 太奇怪 可是他媽媽咧 這個藍童家裡 到底是怎麼組成的 這個藍童的媽媽 藍童的媽媽跟 他的第一任丈夫的話 是生了三個小孩 總共三個 三個小孩 然後離婚在 105年左右吧 他們離婚 然後兩個小孩 老大女的 跟老二這個死者 事先交友先生 戴 然後他自己戴一個 然後他後來又去跟 現任的丈夫結婚之後 又懷了一個 那本來想說 老大跟死者 是給他前夫戴 對不對 可是他前夫可能比較 沒有辦法帶領這兩個小孩 經濟人力不允許 是不是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 深入了解 對對對 因為後來我們有傳這個前夫要來 他一直不願意過來 是 然後就把這兩個小朋友 帶來給外婆這邊 就丟給外婆養 是 就丟給外婆 所以外婆就照顧他們 這兩個孫子 瓦孫 差不多照顧了兩三年的時間 三年 總共三年的時間 是的 所以可能在前面兩年半的時候 大家可能鄰居還會看到這個孫子 是 可是突然在 案發的前半年 可能大概過完年之後 對 整個孫子就不見了 人間蒸發 是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已經被抬出來了 是 可是 好奇怪喔 整個案件都透露個 感覺很不尋常 到底這半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有去做一些訪查 那比如說像 我們去的時候 有些鄰居跟你說 好像有看過這個 男童 對不對 可能是在半年或一年之前 隔壁有一個小妹妹在 去年 就是108年 農曆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阿嬤不是智 他媽的嗎 不是 然後阿嬤就要帶這兩個 這兩個小朋友下去高雄 找他親生媽媽 然後隔壁這個小女孩 那個女孩就陪同阿嬤 跟這兩個小朋友 搭高鐵下去高雄找那個 他媽媽 所以 就是阿婆的女兒 對不對 去到那邊的時候 當中 這個隔壁這個女孩 有幫小男童照一張照片 那個照片真的是好漂亮 那個小男童真的好漂亮 你說感覺照陽的很好 是沒有錯 所以是大概半年前而已 就是 農曆年 農曆年前 可是我們案發在10月31號 差不多過了7個月左右 我也是看到那張照片 跟他死後 他死的時候那些照片一比對 哇怎麼會差那麼多 這半年 所以他原本是 跟他死得漂亮 然後還有肉 是 然後突然 所以我們把這個照片 一比對 感覺就不對勁了 就不對勁了 是在半年間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 那我們後來 因為 像我們11月1號 我們早上去 他家裡面去訪查 當時這個阿嬤還沒有被列為顯嬰人 還沒 我們感覺他好像很可憐 是不是還要安慰他 在真訊的時候 是 你當時怎麼安慰他 阿嬤你不要想那麼多 事情都發生了 這是基本的 因為他相當的 諾默頭都滴滴的這樣子 對 然後他又說 他也就是一直照顧他 只有他 然後他的工作 是在幼稚園幫人家煮菜打零工 對 他一下子還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還要帶大姐去上學 是 上座幕演就對了 是的 然後當時也在煮飯 是 一切都是不小心的 對 都是這個籃桶很耗動 對 我們面對一個老人家 突然有這種意外發生的話 當然是 第一時間當然是不忍苛責 可是呢 你看到這個屍體的狀況的話 哇 好沒關係 就覺得不對勁 很不對勁 可是我們當時 就是訪查完鄰居的時候 是不是感覺 第一時間不是把 矛頭指向這個阿嬤 感覺像是 另外他的這個 比如說繼父 感覺有嫌疑 對 這個阿嬤在之前就跟 有跟鄰居透露說 這個繼父會虐打 虐打 虐打 對 是打到怎麼樣 打到腳斷掉 腳斷掉 是 因為好像鄰居有看到說 這個 這個 死者 這個籃桶 好像有腳不太舒服 行動不太方便 所以一問之下 這個 衛星阿嬤就跟他講 這樣的狀況就對了 阿嬤說是繼父 把他打到腳斷掉之後 丟 又丟在地下室 的停車場 對 然後就進行離去 然後等阿嬤下班 晚上回來的時候 也是鄰居告訴他說 那邊有一個小男 他去看 原來是他孫子 他才把他帶回家 所以我們感覺聽完這樣子 會不會這一切都是繼父打的 第一時間我們確實是 就是朝這個方向去偵辦沒有錯 所以說 那一天我們也有通知他的 生母跟繼父 過來做筆錄 比較晚的時候 算是 11月1號比較晚的時候 才 陸續才過來 可是在下午的時候 我還有印象 那個時候 我們守在他們的家外面 那邊守 因為我們接到消息 說準備要相驗 我們去的時候 看到這個男童 真正真正的看到他的 因為衣服都脫掉了 是 他的傷口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哇這一幕特別深刻 真的 因為我們跟法醫在相驗的時候 是要把死者身上的衣服都退去 就是把它剪掉這樣子 哇那剪掉不得了 全身都是傷 像是怎麼 比如說除了頭部之外 我們有剛剛講過的 美妙這邊有撞擊的痕跡 我剛剛提過 因為第一時間阿嬤講說 是男童自己摔的 那時候看的時候 衣服還沒有脫掉 所以他額頭 這一些傷 手這一些傷 有可能是他 因為他自己調皮 蹦蹦跳跳去撞到衣缸去撞的 所以第一時間 他的想法 阿嬤的想法 是吻合的 對 我們也暫且相信他 可是 後來 經過訪查 鄰居說 怎麼半年不知道 有這個小朋友在這邊 對 然後衣服又剪掉 包括連背部都是傷 背部 全部都瘀傷 對 鈍氣傷 鈍氣傷 而且這個 額頭這個傷 是主要的致命傷 造成乳類出現 然後這個 唇部的這個傷 對 尤其唇部這個傷口 特別那個 我看的特別嚇人 那時候是你第一次看到 看到這個近距 看到這個屍體的狀況 是的 應該說 我今天會聊到這個案子 也是因為 這個洪學哥一直 雖然說 他這輩 當警察那麼久 沒有看過這樣的屍體 對吧 沒有 然後他的四肢 還有脖子 都有捆綁痕跡 對 脖子有一個很明顯的勒痕 那不是痕 那已經是 已經長期摩 繩子摩擦之後 就結痂 屬於結痂一種 是的 已經 不是痕跡 不是痕跡喔 對 我們這樣子綁的話 久了他有一個痕跡在 可是綁太久 他有一個 變成真身出來 是 對 是那一種 是感覺 長期都綁在脖子這邊 是 是怎樣當作在 起告心機 那阿嬤解釋說 阿嬤解釋說 因為小朋友自己會 屬於 有一點點自殘 說他 第一時間他說 他說 他會自己綁自己 自己玩 自己玩 是 所以這個是自己玩出來的 阿嬤第一時間是這樣子講 好 那自己玩 那就是自己玩 沒關係 其他傷口他怎麼解釋 陸續還有什麼傷口 對 他說他第一時間 在法醫檢察官相驗的時候 他還是說 那個小朋友自己弄的 對 然後再看到下一幕的時候 又更更 怎麼了 下一幕還有什麼東西 法醫一般的 就是 從頭 從上到下 然後先檢查手指頭 就會檢查手指頭 結果 那個法醫看過來 那個十個手指頭的指甲 全部都被剪掉了 是整個指甲不見嗎 對 這有點像是那種酷刑拔指甲 那種滿輕實在 目前在 滿腱膝 大家沒有被 我是沒有被拔過指甲 我稍微指甲剪深一點 就覺得很痛了 是 而且時期不遺 時期不遺 因為指甲被剪掉之後 他還是增生出來 對 所以長度不一樣 不一樣 十個手指頭都不一樣 這個阿嬤怎麼解釋 要是小男童自己玩的嗎 阿嬤還是有辦法解釋 你怎麼說 他小男童自己頑皮 然後去玩那個馬桶蓋 手臂馬桶蓋壓到了 那不對阿 也不對阿 他自己沒事 不同時期 然後自己還會自己選手指頭 今天夾這個 明天夾這一次嗎 這不就很奇怪了 把全部的手指甲 全部壓壞了 壓斷了 對 這也不合理嗎 可是他除了這個之外 手部也有這個勒痕 對不對 就是捆綁很近 捆綁很近 他也說是這個 男童自己綁的 是的 唯一有 第一時間有承認是說 要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他會亂跑 嗯 他沒辦法 他才 他才讓他 才用繩子把他綁在床頭 讓他睡覺 感覺 這個男童個人很好動就對了 對 招來招去 是的 可是 檢察官相信他說的 當然不相信 看到那一些上次 怎麼會相信他的鬼話 對啊 對啊 當下是這樣 什麼情緒 沒有 沒有 這個 檢察官在第一 停訓的時候 也是問他 阿嬤 他還是照 我們在警察局第一次停訓一樣 都是小男童自己弄的 嗯 小男童太調皮 對 小男童他那個 然後都問完 阿嬤也非常的平淡喔 都非常平淡喔 是感覺演練好的說詞是不是 都講的一樣 還是真的度他所說 都是小男童自己弄的 那後來檢察官怎麼做 檢察官看到後面這個驗室的情形之後 就想說 就你第一時間先離心 這個男童 死前 最後是誰照顧的 嗯 阿嬤就是說 從頭到尾都是他 所以不是什麼繼父 不是 這一些傷 不是在所謂的半年前 喔 繼父打出來的 對 舊傷新傷都有 對 所以有這一點就可以判斷 這個就是阿嬤 現階段他還正在死事當中的 可能有一些虐打的狀況 虐待的狀況 虐童 是 那 檢察官後來怎麼指示 等一下當庭說 那個指示說當庭逮捕 當庭逮捕喔 是的 就是我們相約驗到一半 然後就說逮捕 阿嬤怎麼反應 阿嬤就聽到說 其實那時候阿嬤的反應 是後來有一點點比較激動 他聽到逮捕之後有沒有 他好像 那時候他的表情 我不會形容 就是冷冷的這樣子 然後在檢察官 在最後補充的時候 他就是說 他就有講出一段 對 說這個男童 每天好像被鬼附身一樣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為了要怎樣 才把他綁起來打他 這樣子 他就講出補充 他自己在 相約最後就講出這段話就對了 對 對 說他小男童被附身 對 但是他還是不承認說 有打他 有虐待他的事情 對 他說這個小孩子很癖 都附身 把我的錢都弄掉 每天都玩我的藥 那個高血壓的藥 把他的錢撕掉 說什麼一萬塊現金 全部撕掉 那是在 檢察官警訊的最後的補充事項 書記官也都把他記錄進去 那時候 奇怪阿嬤怎麼會想這一些 可是我跑記者那麼久 沒有相驗到一半突然 檢察官下定 我那次我在外面 聽到消息 我們全部人嚇壞了 確實很少見 我是第一次 確實很少見 很少見 是 是 那當下我們就看著這個阿嬤從太平檢老 然後相驗室走出來之後就直接上警車 是 然後就直接要送去那個地檢署 地檢署 那當時紅學哥人就在車上陪這個阿嬤 對 當時就是我邀請他上那個我們的針放車 要邀請到地檢署 因為這個阿嬤他好像不是本國籍對不對 對 他是印尼籍的 印尼籍的 他可能 對談還是OK嗎 他對談OK 國泰語都 都可以 但是不識字 OK 不識字 其實那時候看到商事的時候 有問他去他家裡看那些東西 有問他 可是他還是說 不是 不是我幹的 都是男童自己來的 然後他 就是重點就是他講說 男童被附身 這一點我就覺得蠻納悶的 所以在針放車上面 針放車上面 我就跟阿嬤慢慢談 慢慢談 怎麼跟他講 我說 男童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被附身 是你弄的嗎 他說不是 不是 那個男童很皮 他都一直會玩香爐 喔 大靈命的香爐 對 會玩香爐 然後把那個香灰 撒得整個床鋪都是 然後很皮 什麼 什麼 我想說 阿嬤都是講得這麼 這個小孩子怎麼會被附身 那我就順口回來 所以啊 所以你就拿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又要跟他驅魔 還是怎麼樣 又做什麼儀式 要跟他驅魔 要幫他 要到啥港 要幫他驅魔 要幫他就對了 他覺得說 我這個行為 可能督導他是 幫他的行為 他怎麼接話 結果阿嬤 有啊 對啊 我就拿那個掃把那個趕走 他就講到重點了 趕走 他用物理驅魔是不是 是 所以他是 我們在家裡面 原本第一次去的時候 在家裡面 有發現一隻 掃帚 他是有點 彎掉 彎掉 打到彎掉 當時也沒有 也沒有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 因為沒有把阿嬤 當作嫌疑人嗎 當時第一時間 我問阿嬤 阿嬤是說 拿那隻掃把去打壁虎 然後 打牆上的壁虎 是不是 才打到彎掉 對 打他彎掉 所以第一時間 是沒有去注意到 他那個東西 反而是注意 有一個不求人 那些東西 OK 阿嬤這樣 這樣跟我講 我說你拿什麼東西打他 就拿掃把 那我就順勢 因為我們也知道 有那隻彎掉的掃把 那是不是在洗衣機旁邊 那個彎掉的掃把那一隻 他想一想 對啦 你怎麼打 就朝他身上一直打 他就會跑掉了 你說阿公的魂魄就跑掉了 對阿嬤就順勢回我這樣子 哇他 阿嬤就一直講 還有什麼 他還有講什麼 除了用這個打之外 打 然後 指甲咧 我就順勢問阿嬤說 就等於跟他聊天 他說 那他這樣很嚴重 你都沒有去看到一種 沒有喔 沒有錢帶他去看醫生 怎麼可能呢 沒有錢帶他去看醫生 對啊 以後我的錢呢 我的錢都被他那個小籃桶 拿去撕掉 丟在馬桶裡面 我一聽我就 哇他這麼可惡啊 把你的錢 對啊 他都把我的那個一千塊 來撕一撕 然後丟到馬桶去把它沖掉啊 包括他姐姐的藥啊 什麼東西啊 還有他高血壓的藥 都把他丟到馬桶去啊 哇他很嚴重喔 你都沒有他下去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都沒有下去 後來咧 後來這個指甲的部分 要怎麼解釋 OK 我就 對啊 我就順勢問他 那他 很喜歡玩馬桶喔 一說對 他都是在馬桶那邊玩 還有浴缸那邊玩 是在外面玩 還是住在那邊 他是在去那邊玩 去那邊玩 那時候他還沒完全都招供 還沒有完全坦承 他就是在閒聊當中 就跟我講說 他男童這個副神 被 被阿公附身這一趴 我就順勢問他 那第一個 你就是有打他囉 對 跟你之前所講的 你只有很久以前 打過他一次 對 那一些傷 都是男童自己造成的 那顯然就不符了 對 OK 阿嬤說有打他 打他 後來又問到 他去玩馬桶這一些事情 我又問他那指甲呢 其實阿嬤的說法是說 男童自己調皮 調皮 用馬桶蓋 自己壓 壓到把自己的指甲壓到破損 破損 翹起來 他還把他剪掉 是不是 那很痛啊 你為什麼沒有 你沒有趕快帶他去看醫生 錢就被他弄掉了 哪有錢看醫生 那你怎麼辦 阿嬤說 阿嬤說 就拿我房間的 那個 我在剪那個酸痛藥布 那個剪刀有沒有 我就自己把那個指甲剪掉 要剪到 連根都不見 那也是不太容易 那也是 我光想到就覺得很痛 很痛很痛 居然 然後十隻手指頭的 斷掉 破掉的瓷器 還不一 所以整個 這幾個月來 搞不好幾天 他手指頭就被 弄一次弄一次 哇 想一想真的是 太殘忍了吧 那後來我們 在車上聽到這些訊息之後 我們怎麼 又怎麼沒有反應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我聽到之後 馬上打電話給我們的 監視小隊我說 你現在 我們人要邀請到地檢署 他家裡沒有人了 因為 男童的姐姐已經被 設備局安置了嘛 對不對 家裡沒有人 對 你現在地檢署 那個鑰匙在他阿嬤那邊 你的鑰匙在 叫我們監視組 再去他家 第二次採證 第二次採證 為什麼 因為阿嬤剛剛講說 有那一隻 彎掉的哨把 還有剪刀 對啊 還有一些 還有一隻不求人 他放在哪裡 他都講得清清楚楚 在車上他都講得一清二楚 然後 到地檢署之後 馬上跟檢署官報告 檢署官就馬上做 第二次訊問筆錄 把這些相關的施政 他所講的一切 就講進來 但是他還是 他沒有說 他 意思還是說 這是男童 男童 不是他 主動去虐待他的 不是虐待他 他是為了驅魔 對啦 可是我們在 後來在這個廁所裡面 是不是有踩到一些範例 對 經過我們監視小隊去的時候 發現呢 他整個馬桶周圍 對 居然都是有範例 對 是在那邊吃飯嗎 是的 是的 沒有錯 這個部分其實 後來我們也問 死者的母親 他之前在年前的時候 他約一約就知道說 有時候他不乖的時候 阿嬤 會把他男童關在廁所裡面 讓他在那邊吃飯 睡覺 所以我們在廁所裡面 就發現說 地上就掉很多飯粒 這部分我們有特別採證 後來我們把外婆 帶回去之後 他有談成整個罪行了嗎 到底整個經過是怎麼樣 第一時間還沒有 還沒有 就父親之後 阿嬤就被收藥禁見了 對 然後我們還有在這個馬桶的周圍 跟浴室那個 那個 我也想不懂 那個浴缸為什麼會破成 它是整個破掉是不是 是 浴缸破了就對了 對啊 那除非用鈍器商 不然 我也想不懂為什麼 浴缸附近 騎電台馬桶那個 附近有踩到那個血跡反應 是舊的嗎 還是新的 血跡反應就是表示說 有人在那邊流血過 對啊 那應該就是南桶的 ok 是的 後來我們 因為前面收藥禁見 後來我們還有再把他借訊出來 是不是 後來大概 11月1月的時候 我有去跟他借訊過一次 那一次之後 已經收藥大概快一個月了吧 然後也是我進去跟阿嬤談 阿嬤說 怎麼會把我收藥什麼 種種的急症顯示 他就是在你的照顧之下 他都是在你的照顧之下 他是一個五歲小童 他有自己生活能力嗎 沒辦法 對 結果你 你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要把他打成這樣 虐待他這樣子 對 那他有認嗎 後來他是認的 那整個經過到底怎麼樣 南桶到底是怎樣的 這半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最主要原因的話 我是覺得他還是傾向於說 他是被他阿公附身 然後很調皮 晚上都不睡覺 一直去吵他阿嬤 他阿嬤就 類似有點自言自己說 你不要來吵我了啦 你去自己 你不要吵你孫子 怎樣 覺得是魂魄在 在侵擾這個外孫 他的孫子又對了 是是是 對 然後就對他質疑一些 物理上的驅魔 是 然後 然後 還有用綁 鐵絲 繩子 把他捆綁住 不讓他出去 他平常到底生活在哪裡 其實 後半年的話 我們問阿嬤 他是說 一般就把他關在廁所裡面 所以平常吃喝拉撒 全部都在廁所裡面 對 還有一個旁邊的小儲物間 但是他有特別強調 他沒有在儲物間內打過他 他有打他的時候 是在廁所裡面打他 是 可是這個小儲物間 大概才多大而已 大概喔 大概一瓶多而已吧 裡面是掛滿衣服啦 所以可能鄰居去的時候 就可能把籃桶 關在這個儲物間裡面嗎 是 因為我們好像經過訪查的時候 在可能 在案發的那一天 有鄰居有聽到過什麼 慘叫的聲音對不對 是有一個小朋友 聲音的聲音 可是他不知道哪裡出來的 在叫媽媽 對 媽媽這樣子 在叫媽媽 可是 這個部分我們去查證 他說第一個 聲音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從何方向傳過來 隱約聽到 而且時間不太長 所以到最後 這個到底是不是難懂 最後的聲音 求救的聲音 沒有辦法確認 沒有辦法確認 真的沒有辦法確認 可是 這個虐打的狀況 她的姐姐會不知道嗎 男童的姐姐會不知道嗎 因為小男 小女孩 她案發之後 就被 暗示我們警方 也不能 隨意的 對這個女童證訊 那 根據我們查訪後 應該是阿嬤有告知的 阿嬤 你不可以亂講話 對 你出去就說 只有你而已 沒有弟弟 沒有這種事情 什麼什麼 你不乖的話 阿嬤會這樣打你 諸如此類的 對 所以感覺這個女童 她的姐姐都被教育得很好 被訓練得很好 所以也不肯透露這一切 是嗎 因為社會局 第一時間 我們第一時間的時候 社會局要帶走 我們有約裂跟她口頭上 其實她也是不講的 都不願意講 不知道 講不知道 都不知道 沒有看到 怎麼可能沒有看到 去上廁所 如果弟弟被關在那邊 所以她是被教育好的 被捆在那邊 怎麼會不知道 但是後來我們沒有 這個部分 因為她是被緊急安置的部分 我們筆錄上 是來不及去製作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實在的 到底她是怎麼樣子講 但是第一時間的話 她應該是有被教育過 被教導過 好 那其實這個後來 阿嬤 後來也都認了 然後其實在今年 大概 兩三個月前 其實 地院也做了判決 新北地院 就是 法院覺得說 其實在這段期間 外婆是男童的 唯一照顧著 她本來應該要 盡好這個 教養的義務 照顧的義務 但是 卻在這半年內 長期的淋虐 而且手段相當的殘忍 對相當殘忍 沒錯 然後之後又一直 否認犯案 說自己實在屈膜 等等 她覺得說如果 不處於相當嚴重的 徒刑的話 感覺沒辦法去 教會她 沒有辦法跟其他 對童的致死案 作為區別 所以 法官在審作之後 是判這個 未姓的阿嬤 無期徒刑 是的 對 我們後來講回來 同學哥你覺得 這個 男童真的被附生了嗎 他真的被附生了嗎 對啊 不然為什麼 因為 阿嬤照顧他也 三年 男童已經去世了 我也沒有辦法去 總共三年期間 那倒不如講說 是阿嬤被附生吧 對啊 他前面兩年半都很好 對 對 這個半年突然就對他 是以非常殘暴的 非常殘暴的長期淋虐 長達半年的期間 從過完年之後 整個人那個 憑空消失 是 所以你覺得 比較像是阿嬤被附生 是阿嬤被附生 絕對是的 絕對是 小朋友那麼可愛 怎麼可能會被附生 對啊 而且他傷那麼重 阿嬤也不帶他去看醫生 光這一點 我們詢問他好多次 他就說沒錢 不敢去 後來這個媽媽他們 怎麼反映 我們來做筆錄的時候 印象要怎麼說 第一時間是哭得死去活來的 可是後來 後來他們就說 交友相關單位處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 他跟在家裡有生一個小男孩 然後第三個 跟前夫生的第三個也是他在帶 他在筆錄上有陳述說 他本來11月 對 要把 將這兩個小朋友接到高雄去住 可是還沒有來得及 接回去的時候 就發生這種 恨事 對 對 好啦 今天這個案件 希望應該真的是阿嬤被附生 希望是最後一件 對啊 可能之後二審 看之後法官怎麼判 我想應該會維持原判決 判無期 很難判到死刑吧 這件 假如說從光男童的上口 我覺得這樣判是 可以的 你覺得可以判到死刑 你覺得這個長期虐待 可以判到死刑 這個要有法官性 好啦 我們相信司法的判決 OK 當然 那今天也謝謝洪學哥的分享 帶來大家收聽 我們的Astern Grand帳號 已經開張囉 如果大家還沒追蹤的話 趕快去追蹤起來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就可以搜尋得到了 各收聽平台上呢 也請大家按下訂閱跟評分 就是對我們的最好支持 也可以分享給身旁的好友們 一起來支持我在案發現場 來聊聊 聽我們聊案子啦 案發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